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什么什么 那么这里关键利用的是别人的优点 你要知道 因为出现了advantage 有些人是利用别人的优点 有些人是利用别人的缺点 能听懂吗 而这个take advantage of 它更多指的是利用别人的优点 当然了 它是利用别人的优点来欺骗别人 还是利用别人的优点来占别人便宜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 但是它用的一定是它的长处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 因为还有一个端语 是我们在四级左右水准 就早就学过的单语叫利用 叫make use of 那这个use 它是一个中性词用 那用的是好还是坏 不能从这个词组当中发现 所以这两个的差异仅此而已 所以各位观察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单词的感情色彩 这是我反复在练练系列课程里讲解的 因为这个advantage 它本身就是意思 就叫优点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ool 利用这个工具 some impoverished countries 利用这个工具 一些穷国 来 这里面藏了一个词根叫贫穷 pover 你看贫穷的名词叫做 poverty poverty 就叫贫穷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pover 藏在里面还是穷 那么impoverished 就是贫穷的 它来自于动词贫穷 是贫困 impoverished 加1D impoverished 就叫贫困贫穷 那么利用这个工具 一些穷国 干嘛 we have to get over their outdated anticolonial prejudices 利用这个工具 他们可以干嘛 将会能够get over 来眼睛锁定在over 这也是词组 贝多芬这一轮课的价值所在 永远关注后面的 这些词和连词 over 本来就有跨过去的意思 从头顶跳过去的意思 所以get over 就叫做克服 叫克服 所以这些穷国 可以借词来克服 来改掉 所以你怎么翻 反正越过去了 改掉什么 改掉他们已经过时的 outdated 过时的 过时的什么 anticolonial prejudices 一些过时的 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你看colonial 来自于名词 克隆 来自于名词叫殖民地 colony 那确实这个词的词 跟克隆那个词很像 colon 对吧 colon 那colon跟colony 有没有什么渊源 你说我也跟你说过 发音相近 意思也相近 colon 叫克隆 那colony 为什么叫殖民地 那请问殖民地是什么 你不就是殖民一个地区 把它变成你的想要的样子吗 不就是在克隆你的制度 政治文化吗 对不对 所以香港为什么这么多年 还带有这个英国当年的烙印 为什么 大家也要给足够的耐心 因为这东西是根深蒂固的 它是一个小渔村 然后在别人手上发展的如此发达 你现在说回来 让他跟你谈 这个血脉关系 很难的 所以大家也要充分给 给双方一些时间 否则到最后就天天在互联网上 被各种那种海外势力煽动 说分裂 那你这样越煽动 两边民族越分裂 其实反而让很多 不怀好意的人得逞了 这就是 take advantage of or make use of 它利用了你 听懂了吗 所以很多地方为什么穷 就在于它老是不能克服 这种过时的 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因为它总觉得 好像你们富国来这里 就是来剥削我的 你投资我要我们的资源 就是剥削 那问题是 我们不投资 不去挖你的资源 你他妈也挖不出来啊 所以大家一起挣钱 没办法 发展有先后 谁叫你穷的 你就要拿出点东西来交换啊 所以中国当年不懂 正和下西洋 那个时候就傻里巴基 宣扬国威去的 现在不一样 现在中国去海外 所有的投资 尤其在这种非洲大陆的投资 它都是有利益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字 叫新殖民主义 给中国扣了一个 叫新殖民主义 叫new 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prejudice prejudice叫歧视 有偏见 歧视偏见叫prejudice 叫prejudice 好 让他们利用这个工具干嘛 一些穷国就能够克服这些过时的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with respect to 来画一下 with respect to 词组维多芬这门课的魅力就在这儿 处处有新的词组 剧中都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句子 这句话我讲了无数遍 with respect to respect 大家都知道 它做动词的意思叫尊重 而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叫方方面面 听懂了吗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叫方方面面 方面 所以with respect to叫涉及到 涉及到什么方面 这个词组等同于regarding 来记with respect to就等于regarding 叫关于涉及 就等于concerning 其实也就等于with regard to 你看regarding也可以做名词 叫关于涉及 它就等于regarding 或者with regard to 或者concerning 都是可以的 这三个词都叫关于 那么这里的with respect to 也是这个意思叫关于 所以叫能够帮助他克服这些过时的 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哪些是殖民主义的偏见 这些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涉及到 foreign investment 涉及到国外的投资 所以你反过来说 翻译的时候一定是从后往前翻 所以就翻译成 通过利用这个工具 一些穷国能够在涉及海外投资方面 克服掉他们过时的反殖民主义的偏见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一直讲的 英文当中这些补充跟修饰部分 通常的放在句子的后面 而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反而应该把它翻到前面去 所以这里的with respect to foreign investment 海外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 investment叫投资 就把它翻到前面去了 好 整个句子 搞定 那么关于这个关于涉及 再次注意这个单语 with respect to 它来自于respect很小众的意思 名词叫方方面面 关于 所以它等于regarding 等于concerning 等于with regard to 也就是说这里的with respect to 可以换成这三个词或词组 当然还有一些我没写的 比如说它也可以换成什么 related to 这里也可以换成related to 来自于一个单语叫be related to 也叫关于 只不过它是被动的 你看用ed 它是分词形式 不像这几个是ing形式的 大家注意一下主被动关系 related 也可以变成anti-colonial prejudices related to forring investment 都对的 好 多读两遍 自己搞定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短语 take in 来 这么多中文意思 你准备背吗 我一个哥是故意 把这些意思抄给你看了 虽然抄得好痛苦 但是打在纸上 是为了向你说明什么 背单词是一条不归路 我早就说过 锁定谁 in take in 把东西拿进来 所以 它到底是收留 还是请你进来看看 还是把账收进来 还是衣服这个领子长了 我把它掖进来变小 把衣服改小 都是往里收的意思 take in 拿进来 所以你不要担心 上下文有交代 你要对自己读句子 有一定的信心 只要你训练的够多 这个词组在具体的句子当中 是什么意思 由句子决定 而不由它决定 你就算把所有的意思背了 你也不见得知道 那个句子当中是什么意思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 不背 一个意思都不背 脑子里只有一个图像 take in 什么感觉 把东西拿进来 好 我们看具体怎么拿进来 比如说收钱 你看 句子一定有上下文 我们看看 像for retailers 对于这些零售商 for retailers who last year took in 24% of their revenue 去年 took in 24% of their revenue between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去年在感恩节和这个圣诞节之间 他们去年通过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 这段时间就创收了 就收了他们收入的24% 你看revenue叫收入 他们收入的24%都来自于 都是从圣诞节和感恩节之间收到的 所以took in 一看in拿进来的 也就是这家公司主要靠这两节之间的时间 大概隔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吧 一个月左右 两个人在中间 紧接着 the cautious approach is coming at a crucial time 所以这里叫for retailers 对于这些零售商 主要靠这两个时间节点赚钱 那么一些很谨慎的方法 cautious approach is coming at a crucial time 叫做这些非常谨慎的策略 营销策略等等 经营策略 is coming 来到了 at a crucial time 叫做在这关键的时刻 你翻译的时候也可以先翻at a crucial time 叫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些重大的 谨慎的发展策略和方法来到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就主要靠这两个结果 一旦决策出现失误 整个公司可能就垮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at a crucial time crucial 叫至关重要的 重大的 也就叫在这重要的时刻 一些很谨慎的方式方法 就需要了 就来到了 所以叫the cautious approach is coming 好 我们继续往下 take priding take priding 什么意思 以什么什么为骄傲 以什么什么为自豪 pride叫骄傲 那take priding 以什么什么为自豪 也就等于我们的be proud of 那么形容词 骄傲的叫proud p-r-o-u-d be proud of 骄傲 那么be priding 也叫take priding 也叫以什么什么为骄傲 所以这两个端语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用的是形容词 一个用的是名词 你非要问我哪个高端 肯定是这个 来做笔记 用名词性端语 名词引导的端语 一定比形容词更高端 这是这么多年的一大规律 用名词一定比后面显得更高端 这是就是一个 一个约定俗审的东西 就英语当中用好名词 一定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水准 这个例子我随便举 就比如说 你装逼一点 动词短语 come back 回归 我都不写了 我写 make come back 叫回归 come back变成名词 你看这里的come back变成名词 它连在一起变成名词 叫make a comeback 叫回归 回来 那么动词短语叫come back 它这么去用 那么除此之外 像这种名词性的表达 把come back当名词用 你可以装逼装得很到位的 你看 准备 为什么什么做准备 叫prepare for something 为什么什么东西做准备 叫prepare for something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很装逼的把prepare编成名词 叫做充分的准备 叫make an 充足的 充分的 有一个最偏的形容词 但又是考验大纲里的 叫elaborate elaborate做动词 叫阐明 详细说明 来自于词根 劳动 labor labor 叫苦力 劳动 e 基本功再弱 我也讲过 单词只要有e 或者ex 看头等于out 所以叫不要怕累 全部说出来 所以elaborate 全部说出来 对吧 它叫做阐述 全部说出来 细细阐述 但这个词 引申出他的感情色彩 做使用词 叫做详细的 充分的 听懂了吧 所以叫make an elaborate 来别人写prepare 你有名词叫prepare for something 叫make an elaborate prepare for something 叫make an elaborate prepare for something prepare 叫准备 很多人说 伟哥哎哟 发现你开始录词组 贝多芬之后 你的字写的比原来的 练练有词底漂亮多了 妈的 那是因为 这他妈是伟林公司 自己买的瓶 自己买的笔 我可以按我的习惯来买 所以写的确实要好很多 我都看了觉得 比以前写的好多了 以前那个笔 我在东方录课的时候 太他妈扎了 我真受不了那个笔 每次我都 要谴责那个笔 现在终于可以 按自己的样子来做了 所以人 一定有一天 要替自己代言 好不好 你们也要一样 下次来见我的时候 也要替自己代言 伟哥 我再也不用刷你的课了 我已经考上了 所以我最怕的 就是同学跟我说 伟哥 明年见 明年鬼他妈才要见你 你赶紧跟我考上 来读 prepare for somebody 叫为什么什么做准备 然后这个 make an elaborate preparation for something 叫为什么什么 做了一轮充分的准备 你看 用好名词 你自己感觉一下 别人用prepare for 你用下面的 不是因为下面单词 比上面多了几个 而是因为用好名词 明显 它的这个表达显得更高端了 好 我们紧接着看整个这个句子 很长 take priding 以什么什么为字好 stray forwards briefs 好 有一家公司叫stray forward 管他是谁 stray 或者叫stray forward 都行 stray forward stray forwards briefs briefs 来 brief 做形容词叫简约的 简短的 那做名词叫简报 一家公司也会自己出去 自己公司的财务简报啊 业绩简报啊 等等啊 这家公司的简报 don't sound like the usual Washington back and forth thing 听起来不像通常 华盛顿所发布的那种 back and forth thing 来 这里来自于本来的一个 副词短语叫 back and forth back往后 force向前 叫前前后后 后后前前 这个短语 这个副词的情感 翻译成 折腾 来 伟哥翻得怎么样 前前后后 比如说一直在变 这个是什么 一直在变 一直在改 一直在折腾 我怎么说 你就会写change back and forth 这个back and forth 带着作笔记 相当于一个副词 相当于后面跟了一个副词 我这么讲 你理解了吧 叫一直在变 叫change 叫things keep 叫事情 things keep changing all the time 以前这么说 事情一直保持改变 things keep changing all the time 现在可以改成 things keep changing back and forth 就这么去说 前前后后 一直在改 那么这里的back and forth 中间加两个短杠 force 还加上ing 也就引申成 一个名词了 所以这个叫做 闪烁其词 折腾嘛 前前后后 一直在变 你翻译成 这家公司的简报 听起来不像 通常华盛顿 所发布的那种 闪烁其词的报道 一直前前后后 在折腾 在变的报道 那前代字什么意思 这份报道很明确 好 他怕你不知道 继续 whereby 来这个 这个连词很重要 记一下 whereby 叫做 基于词 写下来 基于词 凭借词 借词 凭借这个东西 就这个意思 基于词 基于词干嘛 agency 是avoid dramatic declarations 机构 机构干嘛 避免 dramatic 来 drama 讲过 叫戏剧 那dramatic 就变成一个 加深程度的词 你不要翻译成 戏剧性的 就叫做巨大的 夸大的 程度 大的 程度 深的 比如说我们在 写这种图表作文 表达数据的时候 最近数据猛涨 业绩猛涨 你可以写increase 也可以写grow up grow up 猛涨 你用哪个副词呢 你用sharply 可以的 sharp本来就封利的意思 grow up sharply 叫猛涨 你也可以用 grow up dramatically 你看 这种词就不用翻译成 长得很戏剧 就叫猛涨就好了 一加上副词 整个句子 马上就情感更深刻 所以我总是在说 写作文要用好副词 grow up sharply grow up dramatically 注意读音 dramatically 副词 形容词 dramatic 巨大的 所以叫 基于词 由于他们的简报 并没有像 华盛顿曾经那种风格 闪烁其词 也就是很清晰 基于词 机构 避免 dramatic declarations on the chance they might be wrong 基于此 为什么 基于此 机构们避免做出 夸大的评论 declaration 叫宣布 基于此 他们机构 避免做出夸大的评论 为什么呢 on the chance 怕碰巧 这里的the chance 叫偶然性 几率 概率 叫怕概率上怎么样 they might be wrong 怕他们判断出错 怕他们判断出错 因此机构 避免做夸大的评论 不对当做太夸张的评论 做太极端的评论 都可以理解 把这里的dramatic 翻译成什么意思都可以 只要往这个方向就对了 所以这些机构 由于它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闪烁其词 所以机构们为了 防止出错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里的 on the chance they might be wrong 可以把它背下来 以后写作文 可以一个字不改 把这句话背下来 我谨慎地 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事 on the chance I might be wrong 一直不用改 改到后面 就叫做 唯恐出错 所以以后写唯恐出错 就用这七个单词 背下来了吗 讲 on the chance I might be wrong on the chance you might be wrong 他们唯恐出错 所以没有对 对此做太夸大的评论 然后呢 straightforward says friedman 这个人说 straightforward 这家公司怎么了 takes pride in its independent voice 他们对自己独立的声音 非常骄傲 也就是说 你们不都喜欢 back and forcing 你们不都喜欢闪烁其词 我呢 我骄傲于自己的独立的声音 我不受你们的影响 我不跟你们套路 就这么翻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翻的 真的要非常地道 叫做 他们非常骄傲于自己 从不套路 也就是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我才不跟你套路的 所以这里的back and forcing 翻译成闪烁其词 如果是平常日常沟通 我们可以翻译成套路 不像华盛顿那种报道 那么套路 他们很骄傲 自己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take pride in its independent voice 也就是韦克一直说的 作为年轻人 甩普通年轻人 怎么甩开他们 就是凭有没有critical thinking 人是容易随大流的 人最容易干的事 就是随大流 大家都在干的 你也干 你绝对是普通人的命 就这么简单 你一定要干别人干不出来的事 所以韩韩有一句话叫 天才都是孤独的 是很有道理的 你做领导以后你要干事业 你都是要选择成为孤独的那个人 没办法 你如果大家都能看懂 那大家都成CEO 都成你了 不是的 所以我永远不满足 我诸位只是教课 我就是教好课的同时 我还做很多事 这对我考验很大 我还得把课教好 但同时我再去做别的 所以对我个人的精力 体力考验非常大 这就是我选的 我就不甘心做一个普通人 我就要把自己 所有的影响力 再去扩大财务自由 人生自由 对同学们的影响 真真切切的摆在他们眼前 随他们一起成长 哪怕他从听我课的时候 是一个十七八岁 二十岁出头的少年 那等我诸位到了四五十岁 终年的时候 他也在他那个段 也成为他 你们这个领域的精英了 然后你们再看我诸位 我还他妈在折腾 还不满足 那你们自然也会 跟我一样去折腾 如果我就天天躺在那边 想了你们在屏幕里 看到我越来越胖 跟注意啊 前段时间我特别不满意 自己的妈 路客越路越胖 注意啊 所以你看我现在 果断 你可以问我公司成员 我不开车了 我现在就把车扔掉 我就 不是扔掉 我就不开车了 我就自己每天 早上先骑膜拜 从小区骑到地铁口 到地铁口 坐地铁 地铁下来之后 再走路到公司 虽然这样折腾的话 让我的来公司的时间 翻了一倍 但我整个人也锻炼了 我很舒服啊 也许路客路一段时间 人也变瘦了 当然也有可能这是幻觉 有时候你努力也不行 所以我必须成为 大家的榜样 即使我没有成为榜样 我也每天像榜样一样 在努力就好了 所以这讲critical thinking 不说了 批判性思维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independent voice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take pride in your independent voice 必须学会如何 对自己独立的声音 感到骄傲 千万不要跟别人一样 不要怕失去那些一样的朋友 听懂了吗 critical thinking 好 再看 ten to 叫照顾 伺候 这个词确实有照顾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ten 有照顾的意思 但这个ten to 考试基本上考的都是倾向于 我倾向于干嘛 我往往会做什么 叫往往会怎么样 倾向于怎么样 叫ten to 比如说看整个句子 the kind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the kind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你看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叫人际关系 对不对 那么violence 叫暴力 所以这里的 interpersonal violence 叫人际间的暴力 这种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that women are exposed to 好 到这里是个断点 叫女性所被暴露在的这些人际暴力之下 你不要这么被动 被 被动翻译成主动 你就翻译成 女性所遭受的这些人际暴力 各种各样的人际暴力 位语在这 ten to 你看 主语是the kind 各种各样的 附属 kinds 所以ten的才是用附属 你就伟哥 如果是人际暴力 暴力violence 不是单数吗 不可数名词 ten的应该加s 没有 主语在这 the kind of 多种多样的 所以叫 the kind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that women are exposed to 这里还藏了个单语 叫be exposed to 叫被暴露在之下 女性被暴露在的这些人际暴力 也就翻译成 女性所遭受的这些人际暴力 会了吗 我在暗示你 以前我们在四六集的时候 顶多写遭受什么苦难 叫suffer 或者叫suffer from 对不对 所有人讲遭受困难都是suffer 或者suffer from 我们以后用be exposed to 这就厉害了 背下来 所以英语永远不能用中文绑架它 你就暴露 遭受的 在它之下的 所以叫女性所遭受的这些人际暴力 ten of to 往往是 或者倾向于be in domestic situations 通常在家庭环境当中 domestic 讲了多少遍 家庭的内部的 我们前面就讲过 家庭暴力 就叫domestic violence 来 起码这两个词合起来 domestic violence 叫家庭暴力 你看 往往在家庭当中才会发现 女性的这种被殴打的暴力行为 by unfortunately by谁 来 看这种插入语 本来直接是by parents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由父母和别的家庭成员实施 也就是通常是他们来打人 那这里的unfortunately 叫不幸的事 作为插入语 叫通过很不幸的事 绝大多数 那你翻译的时候应该怎么翻 把unfortunately翻到前面去 至少翻到这个位置 叫不幸的事 这些暴力通常都是由 父母或者别的家庭成员实施的 and they tend not to be one-shot deals 并且他们往往 你看 tend not to 往往都不会是 one-shot deals 一次性的行为 这里的deal 就翻译成事件 往往都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有一次动手就有第二次 所以我觉得男人最他妈差的 极限的也不能动手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人与人的磨合 磨的是什么 磨的是耐心 到最后就是把冷讲磨平的 两个人相爱在一起 只要冷讲磨不平在一起 会很痛苦的 两个人在一起天天想好 这个时候就快刀斩乱麻就好了 因为你到最后一定是为自己活 你不把自己活明白了 你的另一半会丢失的 最近你们在看什么我的上半身 是吧 我的前半身 我的上半身 好乌哦 下次我拍补我的下半身 你们看不见 屏幕底下 耶来啊 哇靠好猥琐 好有画面感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种这种 里面都在对这种我的上半身 我的前半身里面 什么什么糖金很可怜 没有多少人就关注 马一利一看是怎么回事的 他这段婚姻丢失 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吗 明明自己原来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也读了那么多年书 结果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成为家庭主妇 把教育理好 本来是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他个人价值方面完全没有追求了 还记得一开始他出场的时候吗 那个贵妇一样 天天就购物 也不干嘛 这他妈怎么行啊 你跟另一半慢慢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所以女人永远不要依附于男人 男人也不要依附于女人 为了女人什么跟你分手去跳楼的这种男人 我只想说你死远一点 太他妈过分 丢男人的脸 你的人生只有女人啊 你格局大一点好不好 往往那些跳楼要死要活的 你发现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他妈什么本事都没有 一无所有 只想把命压在这个女人身上 好不容易他妈找到一个女人 还是免费可以用的 多没有志气啊 女权主义者会骂死你的 女权主义叫feminism 所以女权主义者 连这种要死要活的男人 是骂得最惨的 没有用 feminism 女权主义他也看不上你 同样女孩也一样 你男人再有出息 你也不能丢了自己的追求和事业 哪怕你的追求是很安静的 喜欢写字 喜欢健身都是可以的 你不能没有 天天在家里打麻将 别人回家之后跟你聊 哎呀今天一笔2000万的生意没签下来 你男人跟你聊 这个时候多希望得到你的安慰 就没关系 可以的 然后你跟他聊 哎呀今天我又自摸了一把 我好大的牌 刚刚摸到手被下面一个贱人碰走了 那妈的他怎么跟你聊啊 所以都是自己做掉的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 马伊丽狗屎 你更多这个片子有点虚幻啊 不太现实 我觉得这片子有一点不好 就是还是这种传统思维 把女人依附在男人身上 女人要弱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看 你这个贺涵 为什么爱上马伊丽啊 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小白一样 他自己男人这么强 他不需要找一个另外一样强的 或者比较强的女人 来体现他的强 不需要了 他需要找一个柔和的 来缓和他 哇靠 这种价值观他妈就是毒瘤 你到社会上你试试了 你所属的阶层 决定你碰到什么样的人 你连碰到这种人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你阶层属性低 你就别洗脑了 醒醒吧 你找不到贺涵的 你必须把自己提高 阶层拉上去 你才能碰到这种级别的男人 能听懂吧 你听得到家里 等一个男人来教你 像导师一样教你怎么成功 你想哦 这他妈就叫电视剧 好吗 好 往下走啊 one shot one shot 一次性的 不说了啊 希望你们远离家暴 家暴也是因为阶层的问题 真正书香门第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首先第一个素养 就学会尊重人 所以自私自立者 那种很强大男子主义的 本质上是不自信 各位记住维格这句话 one shot one shot 叫一次性的 记下来啊 那么这种一次性 one shot 是比较随意的 那么英语当中 你们要掌握的一次性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词叫disposable 维格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 词组 再难再难 也就是我这一期班上 这几百个 很多个 七八百个 我连续讲解的词组 加句子里扩展了 早就过千了 考试能考的词组 其实也就这么多 不管你们现在在座 在听什么的人 都注意 维格这门课 其实它一直可以影响到 四级六级考研 托夫雅思 都可以覆盖 因为词组就那么多 基本上 所以你们这门课 绝对不要把它当 仅仅是考试课来看待 是真真正正 把你英语 往另外一个高度 去拔的一门课 这是词组 英语到最后 一定靠词组 不是靠词 所以大家 在扩张的时候 在关注的点的时候 以词组为目标出发 那像这种one shot 你要知道 但这种单词 disposable 你也不能仅此而已 你还要知道它的搭配 对吧 你看比如说 一次性的事件 叫one shot deal 你这么背 那一次性塑料袋 叫disposable plastic surgery plastic bags sorry plastic bags 我刚刚无意说的 这个plastic surgery 是整容的意思 是整容的意思 因为整容这个词 确实很有趣 surgery叫外科手术 plastic叫塑料的 叫塑料外科手术 也就是说 你的脸像塑料一样 被割来割去 这是考试可以设计的 一个热门话题 plastic surgery 大家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个 plastic bags 它叫塑料袋 plastic bags 叫塑料袋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disposable plastic bags 叫一次性塑料袋 一次性筷子呢 disposable筷子 chop sticks 这是一个单词 这是一个单词 不是分开的 是因为不好写的 算了 我再写一下吧 强迫症 chop sticks chop sticks chop sticks 叫筷子 chop叫砍 p stick叫木棒木棍 把一根树 砍成一根一根 所以叫变成了筷子 chop sticks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整个这个句子 这句话